稍微话题来看到在彰化县的警局有一名图信远警 网路上投资了虚拟货币 却遇上诈骗集团被骗走上百万 结果他自己竟然也被这诈骗集团吸收 不但提供自己的账户 还提供当成这取款车手 被警方追查到这法院审理时 坦诚犯行跟被害人达成和解赔偿 判处这两年九个月 开着沙滩车看来已经接近退休的年纪 他是彰化县警局的图信远警 没想到却被吸收成为诈骗集团成员 原来图信远警在2022年时 悟信假投资话术 投资虚拟货币 自己被骗了上百万元 没想到诈骗集团还邀请他加入 宣称可以一起赚钱 图南提供自己的四本金融账户 给诈骗集团使用 有九个被害人将148万多元汇入 图信男子拿出提款卡 领出七十万五千元交给上手 结果就被警方逮捕 警方一查才发现图信男子竟然是自己人 法院审着图信远警本身担任警察的职务 那对于现今诈骗集团猖獗的情况十分了解 那却仍然参与这样的一个犯行 并应执行刑为两年九个月 全案在法院审理时图南坦诚犯行 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赔偿 但执法犯法遭判刑两年九个月 也被彰化陷阱局继两大过敏值 记者林一峰彰化报道